在高楼耸立的马里斯塔区 有一栋殖民地时期的双层别墅 如今这栋历史古迹是晚秦园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这本书的作者曾经是晚秦园的主人 他也是孙中山的支持者 这本书在1933年出版 书内收录了许多有关南洋人士参与辛亥革命的史料 他也描述了新加坡在这场结束中国 近两千年帝王统治的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这本书是橡胶富商张永福的著作 他和弟弟买下明珍炉别墅后 改名为晚秦园 公母亲养老 他也是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创始成员之一 为革命活动与筹资出力 晚秦园后来成为由孙中山所组建的同盟会革命基地 以及同盟会在东南亚的总机关和活动中心 书中收录了一百多封来往书信 收据账单 各种文件等大量的原始材料 这些都是研究孙中山在新加坡活动的第一手资料 张永福也分享他参与设立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典堤 和南洋华侨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 书里也印有同盟会会员们在新加坡设计的党旗 张永福的夫人遵照着孙中山的指示 手绣了当时所设计的四款党旗 为了躲避清朝刺客和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注意 孙中山在东南亚一带的行踪通常是保密的 因此书里收录了孙中山在新加坡与同盟会成员的合照 是少数现存的孙中山在兴卯活动时的照片 因此非常珍贵 1964年陈玉松先生将他的夜阴馆馆馆藏捐赠给国家图书馆 而这本书当时也是作为夜阴馆馆藏的一部分 目前所知有关新加坡与形骇革命的原始文献非常稀少 这本书是其中的一本 影像中事第二研究所在写上及时的写真 ��는终结石 帮助国家图 según我们的 recommend 主嵩best 预 past